在掌握正手搓球的基础上,学习反拍搓球技术,细心体会击球时手腕手指的细微动作,将对增加球感提高上网进攻性起到有效作用。 这一节课我们进行反拍往前搓球的教学,反拍往前搓球跟正拍往前搓球同样的有一个基础,就是要击球点高,出手动作要细,击球这一扇带着切面切拍,让球滚动的过往。 注意拇指,大拇指的发力 拍面 根据来球的速度高度,对拍面的掌握 轻一点 注意击球完以后,拍子不要再拖下去 接球完直接收回来 前面在正手搓球已经说过 对方宁明天的制作用 看下iban 杀了 看下来 我们的戳球 前面说了正拍戳球 现在是反拍戳球的技术 那么下面 我们请运动员进行对戳的练习 这是一种基本技术的练习方法 可以在训练疲劳休息的时候 进行气味性的练习 终于动作规范在练习过程中 特别是打完 打完球拍子不要往下拖 这种面对面的对戳 既可以练 随着来球的位置 进行随机的变化 也可以练出手的灵活性 和判断 无法连贯 动作一致性 搓 指令 注意回味 抢高点 启动 小步跨出来 好的 搓 好 反拍搓球的技术练习 今天就说到这 希望大家特别要注意 掌握 执法的应用和熟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